感情对于双子来说开始会比较容易 而过程又比较暗潮汹涌一点 最后的结果也常常落在她的意料之外 她需要一个舞台以数据光灯 双子就是想让别人看到她的好 但有时候太容易配合别人就会迷失自己 Hello大家好我是白鱼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十二星座的 整体个性全方位解析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双子座 是双子座的朋友 或者说你旁边有最爱的就是双子座 那赶快来听听看她们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 她们的感情个人追求 以及她们财务的观念又是什么呢 双子是阳性星座 她需要一个舞台以数据光灯 双子就是想让别人看到她的好 这种特别想要取暖 特别想要认可的心态下呢 如果出现一个喜欢她的人 双子就会想要去试试看 对她来说想要就要亲手去创造 用各种方法来努力争取看看 双子座的好奇心也是很重的 因为她很怕无聊 在有兴致的时候呢 她非常的活跃 但大部分的时间双子还是处于放空省电的模式 平常双子喜欢懒懒散散的节奏 这不仅节省了她的体力 还能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保持绝佳的电能召集力 双子就是这么的坦然 对于无聊的事情 无趣的人呢 她总是表现的兴趣缺缺 但是对于有挑战性的 有趣的人呢 希望能够快速的抓住机会 跟她们变成好朋友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 双子的目的心好像有点太强 过于社会化的原因 双子也是风向星座 平常他们习惯表现 欢乐 冷静 知性 睿智的一面 感情对于双子来说呢 不是有缘分就要去爱的死去活来的那一种 但是感情绝对是他们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哦 双子希望可以快速的锁定恋爱目标 最好可以先确定关系再来谈恋爱 因为对于双子来说 平常活跃各种场合 认识不同的人 虽然他们都很有趣 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消耗经历的事哦 双子希望感情能够帮助她 放松放松平常紧绷的精神啦 给她一个可以好好放松身心灵的港湾啦 这才是最好的感情嘛 所以双子喜欢的人呢 要能够独立 有自己的想法 必要的时候呢 还能够独当一面 这才是双子最喜欢的恋爱 双子还是变动心作 她个性呢 比较灵活 想法也很多哦 擅长根据状况不同 而随机应变 依据限制状况 来努力调整自己 积极地去做出改变 对人 对环境呢 都有很宽的容忍度 但有时候啊 太容易配合别人 就会迷失自己 不知道要什么 在感情里 双子可以很快地进入状况 但是绝对很不容易去 下定决心爱一个人哦 像这样 越想要求好 就会越忙 越忙又容易心不定 而心不定呢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诶 整个人就容易变得 焦虑不安起来 生活呢 也就跟着不稳定起来 本来想要稳定 才极尽所能地去调整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最完美的状态 但是呢 这过程中急于求成了 过于苛刻地要求了自己 最后呢 反而变得让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身心 都不安定起来 诶 双子还是要在生活的挫折中 体悟到这个心理怪圈哦 要常常地提醒自己 做自己能够承担的部分 就好了 不用过于苛求自己 这样双子才能够 尽快地把心态稳定下来 不会轻易地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哦 双子你知道的 心态变好了 做什么你都会容易一些 都容易成功哦 感情对于双子来说 开始会比较容易 而过程呢 又比较暗潮汹涌一点 最后的结果呢 也常常落在他的意料之外 怎么说呢 首先 双子擅长交朋友 这一点呢 毋庸置疑 但是呢 交朋友容易 感情要变好啊 很难 双子不擅长吧 关系呢 这个节奏把控得很好 对于内心的感受呢 双子有时候反应的过慢 有时候呢 又过于急躁 还有时候啊 起的过分自我和固执 而日常生活中 只要不碰到感情 双子在人际关系上 基本上还是可以 进退得移的 情绪的把控上 也算是不错的 但这会造成恋爱对象 对双子期待过高哦 期待高呢 双子就会在恋爱中 被认为是一个感情 情商都很高的人 可是一旦双子想要定下来 想要认真起来呢 有时候会因为反应慢半拍 而压抑了过多的情绪 有时候又会因为急于的表达自己 会让别人觉得 双子你是不是太自我中心了一点 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越在意 越跌跌撞撞 感情呢 也会因此遭受各种考验 结果会如何呢 谁也不知道 也许吵吵闹闹也能爱在一起 但是也许因为一些挫折诱惑呢 大家就鬼分东西咯 这也更加剧了双子的传统恋爱观 先把关系确定起来 再来恋爱 好像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财务方面 比起赚钱呢 双子更倾向于打造一个稳定安心的生活 所以不少双子呢 会选择先成家后利益 是不是跟前面的感情需要稳定感 是一起同工之处呢 钱能够让双子觉得安心 但只有钱呢 双子又会觉得 空虚无聊寂寞了 双子还是会选择自己最在乎的人 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跟对方消耗在一起 这才是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感觉 从这方面来讲 只要是双子认可的人 合作起来 双子还是掏心掏肺的 把大家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忙 而只要双子真心喜欢的人 他也会毫不吝啬的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跟他一起共享 不过这里要注意了 双子谈恋爱 刚结婚的时候还是希望 我和你 在金钱方面 还是可以公平往来的 谁都不要有占便宜的心态 只有变成老夫老妻了 双子经过大量的观察 对另一半真正信任的时候 才会无条件的把钱拿出来 放心的为这个家付出奉献 双子在金钱方面有不少的小幸运 比如说 平常容易得到各种小礼物啦 小偏财运还是非常旺的 这样有帮助你多了解一点双子吗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 说说你的看法和感受 最后我要跟双子说 不用担心你是不是被认可 保持你的善良 你就是值得被爱的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